对 好 那我就把这个边上的小屏幕先 给它最小化了 可以吧现在 可以 可以 好嘞 好 各位同道 大家现在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抚军节要把初级班的这个 讲授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14课当中的第14课 我们今天是讲大小谢费汤 原来我们是 对最开始11月18号开始 现在有些耽误今天到1月9号了 一上来呢 我们还是一个 就是各论的这个部分 各论 肝 心 心包 脾 肺 肾 肾 那么我们今天是肺筋门 一上来它都是成规律的 这个抚军节这个书 它都是很严谨的 逻辑性非常强 所以它这个五脏 所以它这个五脏 病症文 病方 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所寻的 当然呢 有些呢 它是不全的 比如我们上次讲的 这个痞 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心身状 症状的这个心 它就是讲的太含糊了 它就讲了一个五脏不安 所以我们这个根据我的这个这个临床的这个体会 我们又从这个心 在志为死这个角度 我们把它分了这个虚和实 那么我们再看看今天 这个肺筋门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五脏病症文病方 这些各论的这个部分 它的内容都是来自于皇帝内经的这四篇 素问的 是真药大论 藏气法事论 以及灵书的本神武邪 那么它的症状的描述 都是从心到身 也就是先言 我们这个心 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心身医学嘛 它都是先说的心 就是先讲这些精神情绪心理的这个症状 然后呢 再讲躯体的症状 而且呢 不论是这个身体的还是心理的 它都是这种症状的 又再分虚实 第三步呢 它就会给出这个针灸的建议 然后呢 选取哪些 老师头像挡住了PPT 没有啊 我已经 这应该是已经是最大化了 现在可以吗 啊 对 就是那个 那个 悬浮窗的那个 你可以自己调整它的位置啊 我现在就把它搁到右上角 而且给它最小化了 这里 所以它应该不会挡住刻件的啊 那么 针灸完了 那就是中药了 那就是根据啊 武藏的这个武德 给出啊 中药方济的武胃的质责啊 用什么药 胃来毒 用什么药胃来泄 然后呢 要及时啊 就是赶快吃什么样的胃 来解除本藏之苦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肺呢 它这个呢 也是啊 在这个心 心理精神情绪 这个心身医学的 这个心的部分啊 这个啊 可以说几乎就没提啊 因为它呢 主要体现了肺的主要功能是 主气 撕呼吸啊 所以呢 它这个 精神情绪心理 这部没提 那么我们以后呢 再给它 再讲完这个 补费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 再做这个增补啊 就是把这个些 辅行绝的啊 就是有些地方啊 不够完备的地方 我们把它 这个 就是给它补充 完善啊 大家那天应该也看了 我发的群里的一些对话 那个对话呢 是在世界中央五云六七啊 协会他们这个群里边啊 跟这个老师们一起交流 有人说的啊 有人说这个 辅行绝 这个卖法的部分 使它的薄弱部分 可能会影响到临床的这个效果 那我就说啊 我说小弟不才 已经把这个漏洞 或者是说这个不足之处 给它补充上了 而且呢 补充的呢 也是符合我们这个中医的经典的 我们这个卖法 我们最后一堂课 再细统的讲一下 实际上它就来自于 《黄帝内经》和《难经》 把这个《黄帝内经》 《难经》当中的 卖法的最基本的 最本质的 最核心的内容 把它恢复出来 就是阴阳五行 卖素卖法 前面我们在第二堂课 已经就是简单的讲过一下了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堂课 在总结的时候 我们呢 再给它详细的再讲一下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变肺脏冰正文冰方 肺虚会怎么样 则鼻息不利 食则喘壳 平胸甲息 然后这些症状 它实际上都是来自于 《黄帝内经》的 不同篇章 一会我们可以 对比一下 然后他说 肺病者 必可喘逆气 间隙被动 汗朱正风 看 这一块 基本就是 又是实的表现 那么虚的表现是什么呢 虚则胸中痛 少气 不能暴息 耳聋 阳干 然后他告诉你 怎么扎针 这个部分我们留在终极班讲 留在这个针法班来讲 然后斜在肺 则皮肤痛 发寒热 上气喘 汗出 咳动肩背 然后后面又是 这个针灸的 针灸的讲完了 然后他才会讲这个中药五味的 五行护寒的这种中药的处理方法 费得再书 五经云 以酸补之 咸泻之 我们今天就是咸泻之 肺苦气上腻 即使心以赛之 开凑理通气 好 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 你看看 是不是 辅行觉得这些描述 症状描述的 内容 是不是主要都是来自于皇帝内经的 你看看 肺气虚 则鼻塞 不利 少气 食则喘越 汹涌眼吸 你看看 跟这里 是不是 大同小异 然后 斜在肺子 皮肤痛 寒热 上气喘 汗出 可动一千倍 看 跟这里 是不是 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也是 脏气法术论理 也是 肺病者 怎么怎么样 还是咳嗽 喘 对吧 所以这个 有余肺的主要功能是主气 撕呼吸 所以它这个功能失调出现问题了 它最典型的 实的症状就是咳嗽 气喘 对吧 然后须得少气 不能暴息 耳聋 一看 那你看看 跟这里的症状 是不是 几乎也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 腐行诀 我说了 它这个是传承经典的 它自己呢 它是一个经典 它又传承了它之前的经典 跟我们这个皇帝内经 难经 神农 本草经 伤寒 杂病论 汤叶经法 这个关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在这里我们要要把这个 有一些它的这个症状 我们要讲一下 比如说什么是鼻息不利 有些词呢 你可能一看 你觉得你理解了 然后我们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深透 我们呢 大家呢 一起呢 来就是来再过一下 这个鼻息不利 实际上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 病毒房上最常见的 鼻色不通 你感冒了 这个呼吸不畅了 然后这个鼻子堵住了 这是最常见 但是还有一种鼻息不利 它是什么呢 鼻息过度通畅 这个时候呢 患者呢 他是觉得这个气是通的太多了 以至于鼻腔有发凉的感觉 他就喜欢 比如说用手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纸巾的手绢之类的 来遮住鼻孔 减少冷空气入鼻的这种不适的感觉 这是鼻息不利的第二种情况 所以我说呢 这里古人的用词是很讲究的 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不色鼻色不通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只是代表了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 他就没有提议 所以我们这个看古人的这个书 还是要仔细的琢磨一下 下一个就是这个平胸养膝 平是什么呢 平就是平借依靠的意思 那么平胸养膝 他说的是什么呀 他就这个患者得了这个病的时候 他就喜欢靠在墙上 或者是靠在床上 或者椅背上 然后呢 平胸养膝 那就是养头挺胸 用力呼吸 他体现的是这个人呢 呼吸困难 他喜欢借助于这种外力 来帮助他呼吸 这就是平胸养膝 那么下面这好和喘逆器问题 什么叫做间隙 间隙也是指的呼吸困难 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借助于 比如说墙啊 床啊 椅子呀 不借助这些平胸养膝的话 他往往就是通过自身的调节 来帮助他呼吸 那么这个调节 在这个俯行诀当中 他就在这儿 内经当中也是 就用这两个字叫间隙 是指的什么呢 呼吸的时候 它是耸肩和垂肩 那么这个耸肩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有利于胸阔的扩张 而这个垂肩的时候 它就是有利于胸阔的这个收缩 也就是通过患者耸肩和垂肩 这个动作 他来来协助于胸阔的舒张和收缩 来来够帮助他来改善这种呼吸困难的状态 那么再往下啊 再往下还有一个什么 我记得还有一个 就是有的是啊 对就这个啊 下面这个不能报息 什么叫不能报息 不能报息 我们正常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就是比如说那个内经的经典 说这个人一吸一呼 脉动这个几次 那经典上给的答案 我记得是应该是吸两次 然后呼两次 一呼一吸各两次 但是中间呢 呼和吸之间 它还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那么在这个囤顿当中又有一次脉动 所以正常呢 经典上啊给出这个脉动呢 它是跟呼吸成正比的 那么一呼一吸两动 各两动 然后中间还有一动的这个 短暂的这个停顿 那如果是正常的 它就是报息了 如果是不能报息 它就是指什么呀 就是指的这个呼气吸气之间 没有明显的一个停顿 那么吸了之后 马上就要呼出 这个就是啊 不但有这个呼吸困难 而且说那个呼吸是非常的急促的 这个叫不能报息 就是呼吸之间没有明点的同顿 就是就是这个状态 啊 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啊 这个症状 耳聋烟干 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 你如果用中医也能解释 啊 也能解释 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 啊 少阳主肾 肾上延肺 故将两脏 啊 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 他通过这个 少阳经的经脉啊 这个跟肺和肾的经脉的啊 相互落属 你看他建立了一个联系 就用中医的经典的经络学说解这解这个两个啊 也是很容易的啊 那么我呢 今天想再增加一个就是就是这个从现代医学来讲对于啊有些我们同道来说呢可能觉得更容易理解啊 因为这个烟有一个解剖的结构叫烟骨管啊就是烟骨管啊就是它是连接这个烟喉和中耳的这个管管道 它主要是调节中耳骨食里的压力啊 它这是它的主要功能 如果肺的这个就是呼吸系统这个通气啊出现障碍的时候 那么就会造成中耳骨食内外压力失衡 从而呢会影响到这个中耳就是传音导音的功能 这样它呢从西医的这种现代医学的角度 我们也可以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耳聋和烟干的这个问题 那么呢就是这个烟骨管烟喉啊 这个有一条药药烟骨管啊 它把这个烟喉和耳的连接起来啊 那么你现在啊这个城门失火殃及迟余了啊 这个呼吸系统的症状啊 结果呢哎 啊它这个传到就是这个这个耳朵耳朵去了啊 为什么这个中西医啊都是能够讲得通的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讲一下啊 啊这个啊肺筋的这个阳进和阴退的这个问题 啊每一张我们都都讲过啊 啊这个在这个啊各论的部分 那么肺的啊肺筋的阳进太过 是肺筋主气啊 思呼吸主宣发速降 这个功能太强了 这个功能太强 它一定就会消耗太多的物质 是不是 物质消耗的贵国那么就是肺筋的体部级 那么也就是体虚用实 所以应该补体卸用 那么咸味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咸味啊 这个咸味它既是啊 这个心包向火这里的用味 同时呢也是肺筋的这个体味啊 那这两个是不是同气相求啊 对不对啊 如果我们用了这个咸 那么它就是补了肺筋的这个体 啊那补了体了 也就是卸了肺筋的用 那么这个就是小蟹肺汤 那么接下来啊 再看这儿 我们不是啊 有这个顺秘吗 啊 这个皮土是在肺筋的上面 是它的这个母啊 那么蟹这个皮土就可以令肺筋阴退 这就是大蟹肺汤 也就是难经七十五当的母能令子虚 演变成的实则蟹其母 那么如果啊肺筋的阴退太过 那么也就是肺筋的主气 撕呼吸主宣发速降的功能不足 那么不足以后 它往往会造成这个肺啊 也就是还有这个呼吸道啊 当中呢会产生我们中医所说的 谈饮这种病理产物 那么这个时候 谈饮肯定是食 它是体食 但是它功能不足 是用虚 所以应该不用泄体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这个酸味啊 这个酸味啊 酸味它既是肺筋的用味 也是肝木的体味 两酸同气相求 如果我们用了啊 那么这个酸味 那么它就会补了肺筋之用 增加了这种能量 改善了这种肺的功能 同时消耗了这些啊 就是这些消耗 把让这些病理排 产物排出了 那么这个就是小补肺汤 那么再现肺这里是母脏 本脏 那么它的子 顺势真传 就是肾水 肾水在肺筋之下 那如果补了肾水 就可以让肺筋 扬尽 这就是大补肺汤 也就是七十五难的 子能令母时 转化为须则补其子 好 那么我们呢 这个 开始啊 这个下面啊 小蟹肺汤 看看啊 这个方子很简单啊 小方都是比较简单的 整天稿 小蟹肺汤 至可喘上气 胸中破满 不可握着方 那么它的这个症状 就很明显了啊 它这个小蟹肺嘛 它肯定是肺食嘛 对吧 它的主要的表现啊 或咳或喘 而且呢 患者呢 觉得啊 这个胸啊 特别的胀 而且严重的时候呢 它不可握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 也应该 自己得病的时候 有这个类似的病时候 应该也有体会 看那个患者 应该也是 它在轻的时候 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 不能平躺 而是呢 如果它平躺的时候 往往这个咳喘会加重 那如果要躺的时候 往往是患者是 就是这种啊 半卧位的这种状态啊 就是下半身在躺在床上 上半身呢 后面呢 垫个垫啊 或者枕头之类的 把它的这个上半身 给它要抬高一点 把这头和上半身 给它抬高 这样啊 它那个呼吸呢 就会顺畅的一些啊 这个不可握 那么 它的这个三味药 就是很简单啊 停粒子啊 大黄啊 紫石啊 三味药 都是三两 那么下面啊 就是 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加减法啊 加减法呢 就重点 我就不讲了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么我今天 有一个病例 它就前面 这个 呃 它讲了一下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病例里边 我是给它 根据 它的这个症状 胸板的这个症状 又给它加了 这个 后破二两啊 啊 你看 侯中水姬明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 那个 啊 咳喘笑 笑症 啊 这个 在这里 是加这个 舍干 啊 那么我们 看看 它这个 小蟹肺汤的 这个军药啊 小蟹肺汤啊 神龙本草经啊 这个 里边 描述 它的这个 军药 庭蟹肺汤啊 蟹肺汤啊 然后是汗 我们光先看 它的这个 性慰的 这个问题啊 啊 性心 我们 卫心 我们以前讲说 卫心 都应该 结属木 那 卫苦 啊 都应该 结属水 那结果啊 啊 我们这个 辅行诀 这个 啊 啊 五位啊 五行 护寒 在这个 亭立子 没有把它 归到 心木 也没有 把它 归到 肾水 反而 把它 归到了 咸虎 这个问 这又是 为什么呢 啊 这是 在这儿啊 立下后 踩实 阴根 啊 亭立子啊 于立下后 采收 得下 即火热 之性 故五行 大类 属火 这是 我们 把这个 亭立子啊 变成 啊 火中金啊 一个 五行 护寒的 一个 归属的 这个 依据之一 那么 它的那个 酸味 又是 从 哪里 来的呢 大家可以看看 听例子啊 我们这个 现代中药学啊 就直接把它 归到了 化痰 止咳 平喘 药 啊 就是归到了 费金门里 啊 这个 没有问题 啊 但是我们的 辅行诀 为什么啊 把它 归到 这个 火中金呢 一个 火 是他的 这个 在立下之后 采收 得下继 苦热之性 所以他 属火 那么他 属金的 这个 依据 就是 来自于 这本书啊 药性 本草啊 是真权 献给 唐蔡宗的 这个书啊 大家啊 不知道是 还有没有 这个 记得 我以前 讲过 陶红景呢 一生呢 他是 秦宇著作 他写了 好多好多书啊 可惜这个 后来都是 大多数都失传了 不光是 这个 医书 还有这个 道家的书 还有其他的 这个书 就是 因为这个人 他是 博学 多才啊 我们现在 有了 电脑啊 互联网啊 就是这种 情况下 写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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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比较 费劲的啊 但是在 那个年代啊 他这个是 秦庚不锐啊 他一生 写了好多好多书 神龙本草经 集著啊 以及这个 明依别录 还都是他 早中年 他写的 而这个 辅行诀 啊 就是他 晚年写的 而晚年写的 有十本书 是没有公开的 这个发行的 发表的 而是传给了 他的几位 入室弟子 啊 所以后世说 那辅行诀 也就包括辅行诀 包括 药性 本草 在内的 这十本书啊 就是 叫 为 弟子 得之 只有他的这个 入室的 这个弟子呢 才看到了 这些书 但是这些书 后来 有的 找得着 有的 也找不 找不到 啊 我们现在 能够看到 辅行诀啊 在近代 现在我们要 感谢 这个 张大昌啊 这个先生 他们的家族 来拯救 但是在这之前 辅行诀还经过 一次 整理 就是在唐朝的时候 还经过啊 这个李寒光 师徒也是 道家啊 他们做过一次 整理 要是没有那一次 整理 辅行诀 问世之后 几年就赶上了 国家的动断 和战乱啊 这个书就 就受到了 这个损毁了 那么下面这个书 这个啊 我们是讲过了 就是这个 大黄啊 我们讲他的时候 往往是 把这个 大黄 和这个 牡丹皮 来一起讲的 就是都有这个 为贤 属火啊 这个性质啊 为什么呢 啊 我们以前也说过了啊 你如果光看这个本经啊 他说是 他这是为苦 为苦不是 搁到应该到 顺水 顺水 这一门吗 他怎么搁到 贤火 那个门了啊 那是因为 这一门呢 是 是他的 从他的功效当中 啊 得来的 就是大黄和 牡丹皮的 那个功效和 主制 从他的这个 功效和 主制 一总结 啊 我们把他 归成了 这种 闲火的这种 软煎润下 有大谎的说 煮下雨雪 雪壁寒热 破 蒸夹 鸡聚 盘饮素食 荡地成位 推陈至新 通立水谷 调中化石 安和武当 我以前还跟大家讲过 整个啊 这个神农本草经 三百六十五药 有这个 就是 所谓的 啊 这个 推陈至新 这个功能的 看我这里 对 在这个 有这个 推陈至新 这个功能的药 在神农本草经 当中 只有三倍药 就是 大黄 芒霄 和柴胡 柴胡是我们 终极药法 讲这个 啊 二丹四神方 也就是相当于 伤寒论的 这一部分的时候 重点中的重点 因为你读了 抚刑诀以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后世 对这个柴胡的 这个认识啊 出现了一个 大的一个偏差 好 这个 大黄 啊 那么下面 就是这个 纸石啊 纸石呢 我们前面 也都讲过了 啊 啊 为什么 它是 金中水 而不是 水中金 啊 因为呢 一支标先生 啊 就是从这句话 入手 主治 大风在皮肤中 如马痘苦养 所以他把这个 纸石的这个功效和主治 就是总结成两个字 风 水 啊 风水先生啊 然后他总结出 他说叫 制风不离酸 啊 制水 不舍苦啊 所以呢 他把这个 纸石最后归成为金中水啊 因为这个 风嘛 是啊 在天 水是在地 天气为主 地气为丛 这就是他的这个理论依据 那么真到现实 我们后世当中啊 我们这个 纸石呢 还要进一步区别啊 因为在啊 陶宫井他们的年代 他不不分的啊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 我们又把它 分成了纸石和纸窍 啊 你看谁开始分的呢 还是从这个药性论理 别分的啊 所以呢 啊 所以呢 如果啊 说药性论事 辅行诀 是这个陶宫井 晚年所做的十本书之一 那么晚年 陶宫井对于这个 纸石和纸窍的认识 就更加的深刻 所以他把纸石和纸窍 要分开来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中药学里边啊 这两个虽然分着说了 但是呢 区别呢 并不是特别大 只要是指教呢 他说作用呢 比这个纸石要和缓一些 我认为不是那样的 我认为呢 我们应该根据这个药的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一个是 就是在这里呢 应该他是指重的 指石的 指重的 应该是沉降的 他应该走到这个中下之游 而这个指教呢 他应该是轻轻上浮的 应该是在上教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啊 大家也可以啊 讨论 这样做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你辨别这个疾病的这个病位 如果这个疾病的病位 他是在上教 我们开这个方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指教 如果你辨别这个病人 这个病位在中下教 我建议呢 还是用指石 一升一降 指重的自然是下降的 指轻的 他是轻轻上浮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小谢肺汤的这个方姐 陶云啊 那当然就是陶宏景说了啊 陶宏景说 肺德在收 故京云 这个京云应该就是 《黄龄内经》啊 故京云以酸补之 咸泻之 前面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 肺苦气上腻 及时心以散之 开凑理以通气 肺脏的痛苦 它是什么 是苦 气上腻 气上腻 那么肺气上腻 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喘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咱们这个 它这个主证里面啊 这个咳和喘都是 应该是必见证啊 那么 本葬之苦 我们前面讲过了 本葬之苦 它需要 它所克之葬 也就是从 五行这个 转圈来说 它是他的这个 孙葬的 这个 用味 来解除 它的痛苦 那么费金 转过来 就转到了 这个肝木的 用味心 要吃 腥味 赶快吃腥味 来怎么样呢 开凑理 这个凑理 那是不是就是 我们说的 皮毛啊 这个还有就是在哪 在扁鹊剑 蔡桓公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 凑理凑者 通会 三交通会 元尊之处 离者是 皮肤 脏 纹理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 简单的 理解成 就是我们说的 肺 和 鱼皮毛 这块 我们上次不是 也提过呢 就是 这个 蹄壶 接盖 我们这个是 后世总结了 这个方法 很形象 就是这个 把这个盖 接开来 这个壶里的水 茶 倒出来 才顺畅 那么我们来 来来来 来看一看 这个方子 小蟹肺汤 它是 凉火 一斤 是不是 凉火 平粒子 大黄 一斤 那就是 纸石 两克 你看 火 是不是克金 对吧 一本 这是本 来补金 两咸 一酸 对吧 两蟹 这是两蟹 这是一毒 所以呢 肺石 又称 肺金 太过 是肺金 注意哈 用石 体虚 我们这个 辅行节的特点 它就是这样 它正更 关注于 这个功能 而不是物质 因为物质 可以有生命 也可以无生命 但是有没有生命 最重要的是功能 有功能了 它才有生命 没有功能 只是物质 那很有可能 是个死 然后 因退为谢 其数六 因退为谢 其数六 我们从这里 费金 用胃酸 这个位置 这个是你 你站立的位置 都是这个 用胃 然后 顺时针 方向旋转 六个位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么 是不是到了 心包向火呀 到了 向火的 用胃弦 那么 心包向火的 这个 用胃弦 跟肺经的 体味 咸 同气 相求 那么 所以 你只要下了 这个胃咸的药 怎么样呢 你就相当于 补了 肺的 这个体 那么 体和用 是一阴 一阳 你 补了 这里的体 就相当于 谢了 肺的 用 因为它这个功能 是过强了 那么 我们说了 这个 就是 小谢肺当 在这里 用的 这个 两个 这个火 咸火 的这个药 来 克 它的这个 金 那么 为什么 就选了 停利子 和大黄 而不选择 其他的 这三位药精呢 他们都是 五行 属火 克金 为什么呢 因为 五位子 他肯定是 不是 这个 从五位上来说 他的这个 停利子 他是 魏贤 而且呢 我们前面 看看 他是 火中金 是不是 火中金 他还带有 金的 这个 属性 那么 他带有 金的 属性 他就跟 金 更容易 贴合 同气 相求 那么 他 五行的 小类 是带有 金的 这个属性 他的 大类 是火 有小类的 这种 金 同性 同气 相求 他就 更容易 怎么说呢 就像我们 打仗 用这个 反歼计 似的 我穿了 你的这个 军队的 衣服 打着你 军队的 这个 旗号 那你 因为 援军 到了 实际 不是援军 等 攻进 城里 他把 这个 衣服 一脱 他说 我不是 金 我是 我是火 来 克你的 我是你的 敌人 这是不是 也可以用 我们 现代 西医的 什么 一些受体的 之类的 这些 理论 来解释 应该也可以的 所以 主于 补屑者 为金 那么 这个 火中金 它有 带有金的属性 更容易 跟金相合 同时 它又是 火的 主虎性 也就是 五行的 大类属 那么 它火 克金 所以 它是 主于 补蟹 的 这个 最主要的 针对于 费金来说 它是最主要的 所以呢 它是 小 蟹 肺 中 的 这个 军药 那么 大黄呢 是属于 火中 土 你看 它 这黄色 是吧 火 都 这都属于火 但是它呢 属于土 五行 小类属 土 土 是不是 生金呢 啊 所以呢 它能够资助 军药 停立子 那么 它就是 辅尘药 啊 所以 辅行诀说 数量 同于 金 而 非主 故为尘 今天啊 上午啊 孙小光啊 同学啊 美国的啊 问我这个 哎 老师 你的那个药呃 为什么不像方子里讲的那个就是那个用的那个量啊啊啊我回答了我说这个用的这个药物的这个量根据这个辅行诀这个理念最重要的它是药物之间的相对比例量而不是绝对用量 明白吧 明白吧就是君药是三神药是三然后呢左药或者是有如果有使药的话把它变成一就是三啊比三比一 是这样的比例 是这样的比例你看我的这个处方啊我举例的这些处方都是按照这个来的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反正95%有一些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比如说呃呃我以前用的这个就是去失的时候白猪它是这个呃化作但是呢因为呢它是一个水土和德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去zo的这个效果呢非常好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是把它作为左药来用 有的时候我是把它作为陈药来用 那么如果作为左药 你的那个比例要是一 如果要是陈药 你的那个比例应该是三 这俩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潘小川老师的 他的这个药精就是这样 潘老师这个药精的一个用量 尽管他的这个老的药精 跟我们这个辅行诀 有千丝万里的连续 但是他这个用量 并不是按照辅行诀的规律来的 他的用量 在我的体会下 他的用量简单的说 就是用量的合图化 就是把这个合图的这个数 数字的数来配上药物的这个用量 比如说木的多少 火的说吧 3827495016 他是这样用的 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药量 绝对药量小了 就不治病 你看我开的这个药量 应该说都不大 我用的都是药粉 我在英国 因为我自己做 没有人帮我 我没有时间单独再去抓草药 所以我从来都是用这个药物浓缩粉 我就是直接在我这个中药供应商的这个网站上 直接下单 然后他们帮我做 都是这个中药浓缩粉 你看我的那个药粉 我通常我是按照一个什么比例呢 就是给病人开两周的这个药量 我是按照大概126克这样 14天 那么平均下来 每天是用9克药物浓缩粉 这是一般情况下 那么一天三次 每次就是三克浓缩粉 跟那个 就是我们通常的感冒冲剂什么之类的 那个量就是差不多 大家说这个能不能治病 真的是可以 我现在这个体会 要的量 绝对量并不是最重要 而是相对比例量才是最重要 那你看看这个 还有其他的这个医学 比如说有这个搞这个小方的 这个郭志晨老师的这个空间医学 这个小方 那后来就有人模仿他这个 就是搞这个小小方 是不是量 是不是特别的小 那还有就是这个西方的一些 补充替代理学 有一个学派叫 忘了叫什么呢 他那个学派也是 他就是说用这个量 要一定要稀释 稀释 稀释到多少 稀释到一百倍一千倍以后 用他们说 连这个药原来的一个分子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才效果是最好的时候 当然那样可不可以 这个我不做置评 但是大家可以实践 实践中看看是不是有效 那平例子 大黄 纸石 也是 纸石呢 就是这个 金中水 用味酸 它呢 与这个肺筋相同 它就在这里起到补肺筋的用味 那么 乙婴费得再收 那么补了 乙酸补之了 它就可以有到这个 收敛的这个作用 由于紫石呢 它的这个用量呢 它值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 它的这个用量呢 它是三 三呢 它就还是尘要 但是呢 它呢 是站在了 这个对立面 它站在了这边 它没 它站在这 它站在这边 它是跟这个军药 陈药 它是对立面 所以呢 它也是陈药 因为它是三嘛 所以它也是陈药 但是呢 它并不是俯臣 而是奸臣 啊 我在我那个书里 就举个例子啊 这奸臣呢 就是一定 不是那个中间的奸啊 是奸 奸式的奸啊 它就是起到一个 监督提醒的作用啊 这如果说这个王 提了什么作用 这个啊 这个奸 做奸的这个 这个臣呢 他就是要跟 王呢 要唱反调啊 就是啊 皇上请三思啊 就是这个作用啊 从与左奸者为左使啊 这是指示 所以呢 整个的 这个小谢费汤啊 它是两位 咸火药 克筋啊 啊 就是补肺筋之体 而泄肺筋之用 那一位啊 酸筋药 补肺筋之用 啊 量双管齐下 补用和泄体 啊 酸 酸 指食 补肺筋之用 啊 咸 平粒子 大黄 啊 补肺筋之体 而泄肺筋之用 啊 然后 这两位 这三位要 啊 这三位要 啊 这两位是咸的 这一位 是酸的 咸 酸 化 心 看出了没 啊 没有单 这个 有一个心位 但是 体用 核化 而为心 用心位 来解除 肺脏之苦 气上溺 这样是 心 开凑 以通气 那么它这个 用量和肩伏法啊 这个就 很简单了啊 又三位 以水三升 煮起二升 三味药啊 菌 辅尘 尖尘 都是三两 三三得九两 那么乘以八呢 是相当于 大概的 七十二克 以水三升 就是六百毫升 煮起二升 就是取药汤 四百毫升 温分 再浮 温分 就是一定要 喝这个温药啊 不要凉着喝 再 一而再 再而散 再呢 就是两次 一天呢 两次 每次服用二百毫升 那么下面就是大泻肥汤 大泻肥汤 这是他的这个症状 那么如果看这个症状 他就是从小泻肥汤症 发展加重 虚实加杂寒热措杂 如原来的这个症状是 可喘上气 胸中破满不可握 加重为 怎么样 喘不得握 啊 又喘 而且呢 他根本就躺不下 而且呢 他说胸中有痰症 是不是 这个痰症 就是他那个石的 这个核心 啊 这个 这个体石的 这个核心 他就是出现的 在这个 呃 呼吸道当中 出现了 大量的 病理产物 就是这个痰 嗯 另外呢 这里还有 大小便秘 深面肿啊 肺为水之上满啊 水液如果代谢不利 则生痰 而且呢 会出现 腹肿啊 出现这个 胸中有痰痰 身面中 我们这个 黄帝内经里 不是讲过啊 就是那个 呃 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经文啊 当初还 台德贝克 引入医啊 为油液经器啊 通调水道什么 就是这些 五经病行 就是 那个 我们都知道 它是肺脾肾啊 跟这个水液的代谢 是 关系最密切了 啊 如果 肺的 这个 主生化作用的 通调水道 这个功能 出现问题 它也会出现 肿 对不对 我们从西南西 说的那个 就是 循环系统会 会有这个肿 啊 然后 呃 呼吸系统 呃 问题了 也会有肿 那么消化 肝胆系统出现了 也会有肿 那么 泌尿 这个系统出现了 问题了 也会肿 那么 但是从我们中医来说呢 啊 它这个肿的特点 它是不一样的 啊 你看 肾面肿 它的这个肿 应该是 以这个 面 上半身为主 而如果我们呢 是那个 泌尿的系统啊 肾啊 这个 泌尿系 出现了这个肿呢 应该是 以这个 啊 下半身 浮肿啊 为主要的 这里呢 有一个症状 呃 要 要探讨一下 就是这 几个字啊 欲得 气力 啊 这个解释啊 我是第一次 这样解释啊 我还没看到 有别 别的人啊 有这样解释啊 呃 我的这个解释 跟一支标先生的 不一样啊 一支标先生 呃 他怎么解释呢 他说把这个 气力 就是把这个 气力 这两个字 在这个里面 他解释成呢 解释时 有气 随 大便而出的症状 他是这么解释的 也就是说 呃 你是这个 大便的时候 或者是 使气的时候 哎 随着这个 气体的排出 有大便 而出 呃 不管是 呃 呃 不说了 不好啊 反正你明白 我说的意思啊 这是一支标先生的 这个解释啊 但是 我的解释 不一样啊 我认为呢 应该是什么呢 他不能把这个气力 这两个字 跟前面这个 预得气力 分开啊 这个 四个字 放在这个 整个的原文当中 应该是 患者 上边 上半身 他最主要的痛苦 是呼吸困难 那他下半身 他最大的痛苦 是什么呢 大小便壁 是二变不通了 啊 上边 呼吸困难 下边 二变不通 所以 这个患者 他想要的是 上半身的 呼吸通畅 这叫 预得气 和 下半身的 大小便的 二变通畅 预得力 所以这是我的解释 啊 大家可以探讨啊 认同这个 医治标先生的 也可以啊 认同我的 也可以啊 大家可以看看 哪一种 解释 更 更符合 临床啊 那 我呢 解释呢 是我 我看了这么多书里 我是第一次 这么解释的啊 对不对啊 欢迎大家呢 一起探讨 而且呢 还有一个 就是 呃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 大谢费汤的 这个组成 啊 前边 我们有了 这个亭粒子了 大黄了 啊 纸石了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两个样 大家看看 如果啊 这两位要 搁在 商寒论里边 那 哪系列的方子 是以他们为主呢 是不是 成器系列啊 啊 就是大成器汤 小成器汤 和这个 调味成器汤 就是这个 成器汤 的这个系列啊 大成器汤 大黄 盲消 紫石 对不对 就是 这个 小成器汤啊 大小成器汤 它的这个 最主要的 这个药味 就是 这个 大黄 和这个紫石 他们的 最大的功耀 在那个成器里边 主要就是 通大便的 那么 在这里边 大蟹这旁里边 还有 生 这个 甘草和这个 生 这个黄芯 啊 他们都具有 通小便的 这个种 那么 这里有两个 要能够通大便 啊 这里 有两个要 能够通小便 是不是 就是 可以 通力 二便 那如果 通力了 二便 大便 和小便 都通了 肺 和大肠 相表里 同时呢 肺为水 水之 这个 上缘 啊 那么 小便 也通了 上边的 上缘也通了 下边的 呃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说这个 下缘 这块也通了 是不是 就符合了 我们后世 所说的 这个 蹄虎 接盖法了 那么 我们后世 所总结的 用 宣费 或者 生蹄的办法 来通力 大小便 这就是 一个 后世说的 蹄虎 接盖法 那么我们现在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实际上 蹄虎 接盖法 是双向和 相互的 也就是说 上缴的 废弃通畅 有利于 下缴 大小便的通畅 同时 下缴 二便的通畅 也有利于 上缴 废弃的通畅 对不对 所以 经常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 上边 有这个 可喘的 这个情况下 我们给他 加一些 大黄 就是 很多 医生都有 这个临床经验 把这个 大便 给他卸下来 上面的 这个 可喘 就 明显的 减轻了 那么这些药物 后边加的这些药物 我们前面 实际上都 讲过了 都 不难 这个生姜呢 就是 因为我们 不是 讲这个 就是 大小 泄费 我们讲过了 用这个姜呢 我们用干姜的时候 是用 在补方 那么 生姜的时候 我们是用在 蟹方 而且你看 木中火 火 是不是 刻金呢 对不对 嗯 所以 我们在这个 蟹 大蟹肺汤 我们加的 这个姜 用的是 生姜 那么 生干草 啊 这个 这些 规律 我们都是 以前 讲过的 啊 那么 大蟹肺汤 蟹肺 我们讲 这个干草的时候 蟹方呢 是用 生干草 而 补方呢 是用 质干草 所以我们 在这里啊 用 生干草 它是 土中金 那么 家的这位 黄秦 啊 这个我记得 还是没讲过 啊 啊 这个黄秦 大家看一看 啊 神农 本草经 为苦 为苦 是不是 就是就会 归到 渗水啊 啊 然后啊 但是关于 他的这个性 本经和 明依别录 里面 说的就 不一样了啊 啊 神农 本草经 说他的 是性 是平的 那也就是 并没有明显的 这个寒 或者热 但是啊 这个桃空警 在明依别录 里面 说他是 大寒的 嗯 大寒的 寒呢 就能够啊 去去热 再配上 他的这个苦味 那就是一味 苦寒的药物啊 胃苦 结属水 他就是属 五行 大泪 属水 另外啊 这个 黄芹 这个 作为他这个植物 来说啊 他的这个叶 和根 都是青色 啊 这个植物 如果是说 他这个 露在地面上的 这个布 这个枝干 和这个叶 是青色 这个是 很常见的 但是黄芹呢 他的这个根 也是青色 而青色的 根的植物 就比较少见了 所以他是一个 带有一个 明显的 木属性的 一个 这样的一个 植物 所以呢 我们 虎行诀呢 把它 五行 大类属水 小类属木 归类成 水中木 我们看看 黄芹 在这个 中药学里面 它就是 变成 归类为 清热造食药 没有问题 辅行诀 五脏的 蟹方 都使用了 黄芹 你看 一个都没少 大蟹肝 小蟹心包 大蟹心包 大蟹脾 大蟹肺 小蟹肾 大蟹肾 这个蟹方里边 它都用了 所以你看 这个黄芹 它的 就是这个使用 是非常的 广泛 那么我们来看看 大蟹汤 大蟹肺 汤的这个 方解 那么它实际上 就是由 小蟹肺汤的 本葬的 肺筋的 两蟹一补 是不是 这是两蟹 这是一补 加上 蟹肺筋的 母葬 肺筋的母葬 是谁 是不是皮肚啊 是小蟹肥汤的 变化 那小蟹肥汤 是不是 两蟹一补啊 对 但是呢 它呢 给它 稍微的 变化了一下 就是变成了 一蟹一补和一化 就是这样 蟹肺 那是不是 木刻土啊 这个生姜 是一蟹 那补皮 生肝草 是不是 土中间 土是补皮土的 对不对 这是 一蟹一补 那 还有 一化 这是 咸 酸 化 变成了 这个水 就是这个 苦水 黄芹 也就是 一蟹 一补 一化的 针对 费筋的 母葬 皮土的 小蟹 皮汤的 变化 所以 这个大蟹肥汤 实际上是 针对 本葬 费筋的 两蟹一补 再加上 针对 母葬的 皮土的 一蟹 一补一化 然后呢 所以它叫什么呀 谢 本 母方 就是 既 谢 费筋 又 谢 皮土 这就是 根据 那 难经当中 七十五难 母能 令子虚 演化成的 实则 谢 其母的 制法 和 祖方 的原则 然后 它把这些 药味 组成了 然后再把这个药量 调整一下 调整之后 再给它 排序 它是 哪些是 军药 哪些是 陈药 哪些是 主药 那么 调整之后的 就是 义军 停立子 二臣 大黄 之时 他们都是 用的 跟 用量的 跟军药 是相同的 那么 他们是 二臣 另外呢 还有 三位 左药 因为他这个 三位 左药 他的用量 都是 一 君 三 臣 三 比上 左一 小费 小蟹皮汤 看出了没有 就是把那个 小蟹皮汤的 那个军药 父子 去掉了 为什么呀 我们说 国不可有 二主 方 不可有 二军 那就 他又 加上了 一位 黄秦 那么这 三对药 就是针对 那个 皮土的 我想呢 这个方子 应该 能明白了吧 他的用量 和肩伏法 又六位 以水五升 煮取二升 温分在福 那么这六位要 一共是十二两 那么乘以八 约相当于现在的九十六克 用水五升 一千毫升 煮取两升 取药汤四百毫升 温分在福 每次二百毫升 日两次 下面讲的病案 病案的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讲了 我在英国 我不用草药 我都是用的 这个中药浓缩粉 但是我的这个供应商 是这个凤凰中医药 他们用的是这个 国内的天江药液的 这个中药浓缩粉 自从我用这个 抚刑绝 这个他就一直没有 这个停立子的 这个浓缩粉 直到这个2020年 七月份 七月份还是八月份 七八月份 就是在伦敦 第一次 这个因为新冠病毒 封城解封之后 他们才第一次 从这个国内 就是运来了这个 这个听立子 我才能拥用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 大小泄肺汤 这个我的这个 用的不多 所以这个病例呢 也比较少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病案 它是一个 新冠病毒后遗症的 他说呢 他来的时候 他是十月份来找的 这个病人呢 同时还有焦虑症 然后呢 又赶上了这个新冠 又失业了 所以他这个焦虑症呢 就加重了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他没说具体是几月份 反正又感染了这个 新冠病毒了 身体的状况就更差 精神上的 这个焦虑症也是加重 所以他这个身心呢 都是非常的不好 你看看他这个症状 我就不仔细念了 大家可以看 还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啊 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还用这个描述自己的这个状态 我这是头一次 有听到有这个患者这么说的 他说 My left side body is blocked 他说我这个 左侧的这个身体啊 就不通了 锁住卡住了 尤其是这个上半身 就是他 他给我做这 body这个language 就是这个用给我比划 他就是说我这个 觉得整个的左侧的身体 都是不通的 尤其是这个上半身 就是这个躯干的 这个这个部分的左侧 更是如此 所以他说 这个呼吸呢 是非常的这个困难 然后其他的 这种生活的 这个身体精神 就是这些 其他的生命的 这些质量 也都是非常的低 然后我给他摸脉 大家看看啊 男子的 他是幼寸太过 是不是我们的费金太过 所以我呢 给他用的小解肥汤法 小解肥真法来调气 行气神通调 以后我讲这个 针灸的时候 我会讲这个 行气神通调 调气是这些年呢 是潘小川先生 他是最最最提倡的 这个 但是呢 这个方法虽然好 但是呢 他是有不足的地方 那就是说 一个是 有的时候患者的这个气呀 太弱 也不容易能调上来 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做医生的 这个人 他的气太弱 你不一定能够调动起来 患者的气 那么因此 有的时候紧紧调气 对于某些病症来说 病人来说效果并不完全好 所以呢 我呢 认为还是依据我们的中医经典 行气神是三位一体的 所以呢 一定要行气神同调 这样效果才好 以后我们在这个针法 针法班呢 我们再仔细的来讲这个问题 那这个病人 开的中药 我当时呢 就是给了他大蟹肺汤 然后又加了一个后骨 为什么加这后骨呢 我在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小蟹肺汤的加紧法 用胸中满 加后骨 这个患者他说 左边身子都堵了 尤其是这个躯干这个部分 然后左侧 他觉得这个左肺的这边 这个功能这个相当差 这个堵通 所以呢 是大蟹肺汤 加的后骨这个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药物的这个用量问题 就是停粒子 这个用量 你现在 我虽然啊 这个2020年下半年啊 终于得到了 有了这个停粒子可用 但是我 我呢 在英国 我还是特别注重这个不违法 这一点啊 如果万一要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这个引起官司 那就不好了 你前面治好了1000个啊 如果你后边出一个临床的一个 一个纠纷也好 差错也好 那你前面的这些 好的可能都没有人知道啊 那坏的就会抓住你啊 大家可以看看 停粒子这个 在我们现在2015版的中国要点里面 它的这个用法与用量是 三克到十克 用量呢 是比较小的 啊 所以呢 如果呢 我呢 也可以用 比如说 如果按照这个 原来的 呃 这个 小鲜肺 或者大鲜肺 我就应该用 停粒子 30克 啊 但是呢 我就是怕引起这个纠纷啊 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啊 你这个药物开的量太大了啊 造成我这个有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怎么样的啊 如果假如说有这种问题 病人啊 给你炒 甚至啊 打官司 那就不值张的了 所以呢 我就想 要把他这个用量呢 因为我这个他还还分 分成每一天呢 啊 每一天 平均下来就已经很少了 但是我总量上 我也不让他 找到我任何把柄 我怎么做呢 我就是根据张大昌先生的临场经验 他认为啊 就是这个 停粒子 可以用什么药物来代替呢 可以用白戒子来代替 白戒子啊 大家都知道 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啊 就是那个三子养青天 养 三子 三 哎呀 这个舌头都不好使了啊 苏子 来父子 白戒子 这三 三味药 三子养青汤 啊 来治这个 可喘的 所以呢 我是这样 我把这个菌药 给他撇成两个药 我一半 用白戒子 一半用平磷子 啊 你总量上 抓不到我的这个 的漏洞 你在这个平均到每一天 我也没有超过要点的这个要求啊 所以啊 可以说 立自己不败之地吧 啊 就是这样啊 大家可以试试啊 如果你那里也没有 如果你像我一样也用这个中越浓缩粉 但是没有 这停立子 你可以试试 用这个白戒子来代替啊 或者如果你用草药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是不是 如果啊 我不敢用这个停立子啊 大这个大小泄沸汤啊 或者是什么啊 伤寒论的停力大造泄沸汤啊 我都不敢这么用啊 因为要点 规定的用量都挺小的 老中医跟我说要用量大才管用 那用量大了再惹上官司的班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用白戒子来代替他 这个人呢 啊 这是多长时间呀 啊 是没吃完 没吃完 这是11月 11月16号 那等于他吃了一周药以后 他就又来扎了一次针灸啊 啊 这次的时候 他的这个状态就开始发生了这个变化了 啊 你看他的这个症状也变了 尤其他的这个脉也变了 我认为 上边的这个啊 这个大泄沸汤是起到了作用 就是他费筋的这一块 他的功能是变好了 啊 否则的话 他的这个脉 他不会变 啊 他前面就是描述的 跟这个啊 这个呼吸的这些有关的这些症状 他就都好了 啊 然后呢 他剩下来的这些症状 往往是跟他的体质 还有他原来的这个多年的这个焦虑症有关 就是大泄沸汤 把他的那个费筋的这块的问题给他解决了 然后呢 那个是一个气力病 是不是啊 他是最近啊 一段时间之内的啊 气力病啊 他是感染的一个啊 新冠病毒造成的这个肺筋这个呼吸系统出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他前面的这个神机病的这一块啊 就是他跟他体质有关的这一块的这个焦虑症啊 这一块你看他现在又变成主要的矛盾了啊 吃了一粒药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左官不及是肝目不及 所以我又给他用的这个补肝的针法啊 吸引气神同条的针法 那病例呢 我只讲了这一个 因为这个啊 用的是比较少的啊 大家我以后可能会再给他多补上 因为以后再遇到啊 这种情况呢 我现在可以用这个停例子了 以后看看还有更多的病案在陆续的增加上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啊 然后我们看看呃 刘老师 喂 刘老师 刘老师 你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今天就到这 哎好的 然后那您辛苦了 周三您辛苦您辛苦啊 然后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啊 就咱们在那个复课群里 或者是在咱们复课群里间啊 都可以 咱在那里探讨 就不用耽误这个 在这个祖母上啊 要祖母上这个刘会长还得老在这盯着啊 这嗯 他这时间也不早了 该休息 我也得 我也得听课 那个咱们就 祖母上就不耽误那么多了啊 然后咱们就 呃 祖母这个课 咱们就先到这儿 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都在那个呃 咱们的这个两个群里面来提啊 我呢 一有声音 回答 好的 好吗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 谢谢您 会长啊 谢谢 周末愉快 哎 周末愉快啊 各位我们周三再见 好 周三见 好 周末愉快